9月28日有媒体爆料出蒲敏英与富豪恋爱约会 被拍到两人出行同框 男方为新兴富豪名叫江忠贤 两人恋情还得到了双方父母的认可 但江忠贤曾因诈骗罪被判刑 疑似涉及大恶金融欠款 被质疑是假富豪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现年36岁的蒲敏英被誉为韩剧女神 出演过《城市猎人》 金秘书为什么这样等多不经典韩剧 她长相精致身材火辣 深受中国观众的喜爱 据悉蒲敏英被拍到与富豪江忠贤秘密外出约会 两人还一起去彼此家中见了父母 看上去感情十分稳定 已经得到了双方家长的认可 在媒体曝光的照片中 蒲敏英身穿大牌卫衣和瑜伽裤 戴着余夫帽 打扮低调仍然难言好身材 而紧随其后下车的男子就是江忠贤 他身穿黑色短袖和白色长裤 脚踩一双拖鞋状态轻松随意 当天下午4点左右 蒲敏英上完芭蕾课 便乘坐豪车与江忠贤一起回到南方的老家 只见江忠贤走在最前面 渡难突出十分吸睛 看上去很显老态 而蒲敏英则乖巧地走在后面 旁边还跟着几个年轻人 似乎是助理手中还拿着礼物 与家人见完面后 两人从公寓离开 江忠贤的妈妈亲自出来送行 亲密地搂着蒲敏英的腰和肩膀说再见 看上去关系很不错 随后两人又拎着礼合 前往蒲敏英家中看望她的父母 两弟之间来回穿梭 看来这段恋情已经十分稳定了 蒲敏英与富豪恋爱的消息传出后 网友们纷纷表示不敢相信 吐槽女神眼光太差 毕竟两人的外形看上去差距确实有些大 而且江忠贤本人似乎也存在不小的问题 据媒体调查 江忠贤是多家公司的总裁 积累了雄厚的财富 他住在高级别墅 驾驶多辆豪车 生活相当奢靡 一晚上在酒吧喝光一亿韩元的香槟 妥妥的财罚富豪 但非常奇怪的一点是 江忠贤曾在2013年至2014年期间 卷入了一桩诈骗案 骗取了35亿韩元 并于2016年因欺诈被判有期徒刑两年 有钱有言的当红女明星 选择了外形一般还被判过刑的男人 也难怪网友们都表示不理解 要知道蒲敏英以前的绯闻男友 是李敏浩普旭这种男神 相比之下差距可真不是一般大 目前蒲敏英所属的经纪公司 还未回应恋情曝光仪式 无论如何都还是希望女神 能够找到真爱享受甜蜜的爱情 你又如何看待蒲敏英 与富豪江忠贤的关系呢 对不起 对不起